请到那边去领下表格 到这边领下校困 表哥好 大家 拿着这个表格到这边去地下 同学们 把那个 按照表格的视频来 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我 没事 老师 你穿得紧啊 大爷 大爷 能帮我们看一下行李吗 我要去那边登记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不着急 不着急 慢慢来啊 我等你们啊 这位同学报到了吗 我报过了 你也是在去同学看行李 大爷 我是中文系的新生 我叫容芬芳 容芬芳 您是咱们学校的校工吧 你眼睛真厉害 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 我心里就叫我老李吧 李伯伯好 还是讨论吗 嘿 这天都黑了 这同学还回来乱行李 行了 你们又别埋怨了 他们肯定要遇到什么为难的事 说不定啊 比咱俩还着急呢 您想想 刚报到 谁能对外自己的行李不管 这倒是 您这边有什么事啊 要不您先走吧 我替您看着 那怎么行啊 那有什么不行啊 反正一堆是堪 两堆也是堪 您放心 我肯定把行李亲自交给他 我呀 一个老孝公 能有什么事 和你做伙伴 陪你聊聊天 您饿了吧 还好 来 这是我外婆给我带的 这 这我不饿 这我 我不 吃吧 我还有呢 吃吧 同学们好 按照每年中文系的惯例 下面有请系主任李柏军教授 为心声致辞 有请李柏军教授 你干吗呢 老孝公 谁 他跟我说他是老孝公 就是他 陆芬芳 你真可爱 下次见到院长 你会不会说他是一厨的 很快 容愿芳同学 carbohydrates 坐在哪里 容愿芳同学 容愿芳 到了 又过 ho 这个uttering 同学们 就是这位容芬芳同学 在开学的第一天 和我做了同样一件事情 那就是收人支托帮忙看行李 可那同学没来 我们俩一直等着天黑 他跑上车老校公 我愿意车车老校公 可能有的同学说 他这是笨 可我认为这是善良 我在这学校工作了四十多年 我找到了一个真理 那就是一个人的善良 比智慧的成功更重要 因为善良可以让这社会变得明明 而所谓的成功 如果没有善良的支持 反而让这世界变得困难 我从容芬芳同学的身上 看到了诚信和责任 这一点很可贵 刚才收老师说了惯例 我也有自己的惯例 我的惯例就是 每年新学期要给一名学生送一件礼物 我愿意叫今年的新生礼物 送给容芬芳同学 弄着干吗呀 天上掉下馅饼 还不赶紧接着去 你今年的新生力 我没成功 每年都要给你 你哪儿 我都要求你 就是你 我都要求你 我都要求你 你这就是那些年 来 来 抬摆脚 好嘞 来 抬摆脚 里面那个 坚持一下 马上走 正拉正拉 窃窃 看着人被放了吗 就打扫卫星呢 好 容文芳 你干吗呢 拖地 这街机教室有校工打扫 我个大吃得多 干点活不费劲 行了 你别干了 老师找你有点事 到办公室来一下 你们都别弄啊 接着学习 我回来拖地 周老师 周老师 什么事啊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不有入学登记表吗 最讨厌这张照片了 丑死了 容文芳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跟你核实一件事 你的登记表上填着父亲已故 但是今天学生处 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 说你的父亲正在服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 否则就是欺骗组织 老师为你话呢 你必须回答 他不是我父亲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 那你能告诉我 在监狱里服刑的容火丁是谁吗 说呀 如果定是杀人犯 国家应该判他死刑 枪毙他 这种人就不该留着他 我明白了 你之所以 在登记表上填父亲已故 是因为你恨他 是这样吗 对不起啊 你恨他 是这样吗 对不起啊 今天不得已 又撕开了你的伤疤 监狱的领导说 容火丁最近思想波动很大 自杀了好几次 他们好不容易 才找到了你的联系方式 想通过你 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 容火丁是过世杀人 他被判了十五年的徒刑 从法律上讲 他已经受到了英勇的惩罚 先不管你认不认他这个父亲 从人到处发 如果说你去见见他 或许就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啊 容芬芳 我一直认为 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没想到你的心里有那么大的仇恨 可是仇恨抹杀不了事实啊 你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见他 你能不能用电话 或者信件的方式联系他呢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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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电话 不 不